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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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能说出一些我爱你或者我很在乎你之类的情话 女人会因此产生很强的一个信誉 第五点是 对于女人而言 性爱跟生活是分不开的 男人常常能把生活的压力等等因素跟性爱分开 女人则不行 她的爱人在卧室怎么对待她 直接影响着她在床上的一个表现 比如对她不关心 言意刻薄 低调 粗辱等等 都会使她不能投入性爱 热情不起来 第六点是 我会因为永远老妻而焦虑 害怕对女私妻吸引力 对于老夫老妻来说妻子 往往怕自己对丈夫没有吸引力 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的女人只有在关了灯之后才敢脱衣服 细心的男人可以感觉得到女人这种焦虑 如果她不再如花似玉 没有必要骗她 也不要说她不再有吸引力 应该用行动来表现 让她知道她对你依然是有吸引力的 通过以上的介绍 女性脱崩后的六大心理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加点赞分享